走過來 走過來 吃素的朋友在哪裡 在這裡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呢 要來開箱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室樓的頻道從開始到現在 從來沒有拍過一個主題 就是要來開箱素食 想不到吧 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本身呢家裡面的長輩 其實都是吃素的 所以我從小算是吃素食料理吃到大 所以對素食其實是一個 滿適合開箱的知人 然後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全家便利商店 跟統一超商的素食料理 我跟大家說我為了這次的開箱 因為他們的品項真的太多了 因為全家呢 其實有直覺生活系列 然後Seven有天術地書系列 專門for素食的客群 然後研發的一個系列 品項非常的多 所以我這一次呢 總共吃了29樣超商的東西 精選出我個人最喜歡素食的微波食品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GO 首先我們先來吃青食類 我們先來吃這個香鬆起司蛋三明治 這個是全家的 它的話是35塊 奶蛋素 我其實找素食有稍微找了一下 它其實是某一些特定的店家才要賣的 兩間超商都一樣 這個香鬆起司蛋啊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滿難買的品項 因為我那時候吃一輪之後 想要再回過頭再吃一次它的時候 我就發現它沒有很好買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中間就是素的那個香鬆 旁邊的話就是有起司跟蛋 我覺得是滿常見的那一種 肉鬆蛋吐司 這一款我會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香鬆吃起來有點酥酥脆脆 然後有點帶甜味 然後再配上那個美乃滋跟起司 跟蛋合在一起 我覺得它讓我有一點點想到 紅芮跟三明治的那一種感覺 它就是吃葷吃素等吃它 都會覺得它味道還不錯 吃它的時候 完全不會覺得它是素食類的食物 很不像素食 它不會驚豔 可是它會讓你覺得說 它就是一般三明治的那種感覺 好 下一樣 接下來呢 下一個是這個 這個也是全家的 它是直覺生活 蛋素 香鬆地瓜臥沙拉 69塊 熱量是419 喔天啊 它的熱量這麼高 蛋素 其實我覺得反而要找全素的 滿難的 我這次其實有打算要找全素 但是我覺得全素的品項真的是太少了 這個香鬆地瓜臥沙拉 它還有另外一款是 同品項是番茄口味的 兩個吃起來我個人最喜歡的那一個 但是另外那一款 網路評價還滿好的 我覺得取決於個人 但我個人滿喜歡這一款的 它這個裡面就是有地瓜一些蔬菜 然後一樣有包香鬆跟海苔 這個我個人很喜歡這一款 原因是它裡面有放麻醬 然後它麻醬的香味是那種 剛剛好的那種香 所以它有點鹹味 然後又有點濃味 再配上那個地瓜有點帶甜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我個人滿喜歡的 然後我看網路上有一些人說 它覺得它偏甜 可是我自己覺得還好 因為我本身就是喜歡這種天清鮮鹹的食物 就是我天氣熱吃這個感覺也滿好的 我今天都是以我是吃昏的角色去看它 如果看到它我也會買它的那種類型 因為我現在吃昏的其實不喜歡吃素食類的食物 我在鏡頭裡面看頭好大 吃完了 這一款整體而言我都滿喜歡的 就只有它皮我個人覺得頭看有點奇怪 但內餡因為我喜歡那種甜甜鹹鹹的 所以我還可以接受 好 下一款 接下來是直覺生活 這個也是全家的 它是日式稻荷壽司 這個是少數它是全素的一個品項 因為畢竟它是 大姐姐妳要吃我的肚皮壽司嗎 稻荷壽司它就是全素的 然後它是45塊 打開之後呢 總共有四個豆皮壽司 原來它旁邊有叉子 我第一次知道耶 這個打開它除了豆皮壽司之外 後來它還有漿 我私心是個滿喜歡吃豆皮壽司的人 大家看一下 來 又 它翻過來的飯是這樣 我還是用筷子最好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及格的豆皮壽司 本身的甜味跟鹹味我覺得剛剛好之外 它裡面的飯啊 吃起來我覺得算是粒粒分明 口感上還不錯 我覺得算是挺及格的 最後一口 仔細想講 稻荷壽司其實全素的好像滿合理 因為就豆皮跟白飯 只是看它裡面的那個醬油 它會用什麼類型的醬油 但我覺得這一口味道不錯 所以不推 下一個呢是Saven的 叫天素帝酥 天啊 我查功課查這麼久 難過我有時候會一直打錯 因為我們一直以為它是天地食術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這個是松露風味的蔬菜烘蛋捲 松露風味的白醬 這個是65塊 我是有覺得還好 但我覺得算還OK了 我們就先送去微博 YA 微博回來了 因為它是蔬菜烘蛋捲嘛 所以它裡面有香菇 高麗菜 毛豆然 雞蛋杏鮑菇 我每次開這個大家應該要 強迫的時候應該會覺得很崩潰 太燙 第一口應該都是皮 還都是皮 等我一下 我私心覺得這一款其實算滿好吃的 是因為蔥蛋跟起司的味道 融合得剛剛好之外 又有點菇味在裡面 內餡吃起來其實是滿滑順的 可是又帶有一點菇的口感 不過它的蔬菜味沒有到真的非常的重 就是有一個香氣 我覺得松露蛋起司加香菇就是無敵 有啦 它的起司還是會坎西 只是亮紅就是可能要找一下 吃完了這一款 SAMON的天酥地酥 松露風味蔬菜烘蛋捲餅 這一款我個人老實說就是滿喜歡的 雖然說我是有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大家如果對於松露跟烘蛋 還有起司的這種組合有興趣的話 可以買買看 但它唯一的缺點就是皮啦 就是微波的那個缺點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應該算是如果我看到 會想要再把它抓回購的那種品項 接下來就進到我們的主食類了 有粥跟義大利麵跟飯 首先我們先來開箱飯 這兩個飯呢都是一樣風味 一個是SAMON 一個是全家 兩個都是松露口味的燉飯 我自己覺得味道其實滿不一樣的 如果真心要比的話 我覺得兩家都還滿好吃的 首先呢是全家的這一款 松露野菇白醬燉飯 它是奶素 熱量是89大卡 89怎麼可能 啊 沒有 它是89元 講一講就怎麼可能 熱量是497大卡 好 我們就把它送去微波吧 Go 好 微波好了 很明顯目測它就是有白醬 松露 野菇 杏鮑菇 平菇還有甜椒 聞起來就是滿滿的ガス味 ガス 哇塞 松露在這兒 我其實不太會拌開 我都會稍微就是吃一口沾一口 就跟咖哩一樣 啊這個醬直接鋪在上面 我也不會把它拉上 松露在這兒我就這樣沾一下這樣 奶奶的 而且它的奶味道還滿濃郁的 還有一點菇香在裡面 之餘呢又帶一點ガス味 但我覺得它ガス味淡淡的感覺也很棒 然後白飯的部分 雖然是跟那個醬一起微波的 可是它白飯不會爛爛的 我覺得這點算是滿厲害的 為什麼醬在上面直接微波 白飯不會爛掉 這到底是什麼神奇的魔法 但為了開箱吃了20幾樣素食是不是很瘋 不過其實我也有吃冷凍那一邊的 但是呢我這次還是主要以鮮食為的 因為我覺得鮮食應該算是 大家比較會吃比較會常拿的一些品項 最後一口 剛好最後一口都是松露在上面 這一款呢我看網路上有些評價書吃到後面會膩 但我個人是比較還好 如果你個人是比較容易會吃膩口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準備一個辣粉 不過如果你喜歡有點鹹鹹 然後又有點帶微微的ガス味 奶味濃郁的那種類型 你應該會喜歡這一款 好 下一個 接下來這一款呢 剛吃全家的現在就是Seven天素地酥 欸我真的不能理解 素食類的名字要取這麼難 剛吃全家的 現在到Seven的松露菇菇燉飯 這個是奶素 它的售價是89元 好 我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樣子 哇 我已經吃過了 但我每次開都還是會覺得哇 我力要看起來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一樣有菇 它比較特別是它菠蘿花椰菜 然後有松露跟甜椒 噓噓這個 紅碗雞剛拿起來的 怎麼這麼燙 我的第一口第一口就是一定要有菇蘿 你看這個 喔 這個感覺比較濕潤一點 再一口 再一點點這裡 很好吃 它這個松露有點脆口 這口感我喜歡 兩膠對我來說風格很不一樣 但兩膠我都覺得還不錯了 啊我室友是比較偏在全家的 Seven它的那個燉飯它比較濕一點 可是它的米飯不會讓你覺得軟軟 它至少我覺得咬起來 還是有點那種粒粒分明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的微波科技真的是怎麼這麼厲害 忍不住還是得講 因為大家有吃過早期的微波食品嘛 超商才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白飯真的很容易軟軟耶 我覺得它的菇味會再稍微重一點點 所以就是取決於你個人比較喜歡哪一種類型的 不過這樣子 只是想想 如果跟我菇菇一樣吃全素的 那不就只有豆皮醬子可以選 最後一口 超大口 啊這個喔 醬比較多 我個人其實滿喜歡的 吃完了Seven的松露 糟糕 這兩間真的很難逼吃 記不得 這兩間我覺得落差在於一個奶味比較重 一個菇味比較重 然後一個是醬跟飯的比例剛剛好 沒有那麼濕 然後一個是整體濕潤度比較高 但是其實兩間的白飯都不會軟軟 所以就看你個人比較喜歡吃哪一間 但是如果你個人不喜歡香菇也不喜歡松露的話 我們就Pass下一個好不好 接下來呢是Seven的天素 我決定 我不要再唸這上面這四個字了 太難了 接下來是Seven的金沙烤豆腐義大利麵 然後它售價是89塊 它是五辛蛋奶酥 它的話呢 熱量是667大海 欸 可不可以流出來還沒有 這個比較特別是因為素食的品項通常可能松露啊 或是豆皮類 那它這個是金沙的 重點是這一款我私心非常的喜歡 所有的義大利麵擺在那 它就是我會挑的其中幾個品項 這個吃了真的是會飽 你看這個量 它呢有素食類就是逃離不了菇 我們到哪都有菇 而且剛好我們水咖有夥伴是完全不吃菇的 他看到這一集的開箱應該頭覺得頭很痛 有人也是不吃菇的嘛 它有兩個豆腐 花椰菜跟菇 然後這個包裹的這個黃色的醬就是金沙醬 它濃稠度剛剛好 它的汁沒有到非常的多 全部都巴在它麵條上 再來一口 首先呢它雖然就金沙 可是它成分表其實完全沒有鹹蛋黃 它入口呢其實有點像南瓜濃湯 然後但是比較濃稠的那種感覺 然後巴住那個麵條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就是非常的刷水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吃的時候我覺得意外滿驚豔的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吃吃看 玉米筍耶 它除了有菇 豆腐 還有花椰菜之外還有玉米筍 讓你有點看不出來因為顏色一樣 菇還不錯 玉米筍還好 吃完了這一次的金沙烤豆腐一袋麵 我個人其實很喜歡這個瓶香 是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非常的刷水之外 味道很濃郁 它有點南瓜濃湯 然後又有點那種鹹蛋的那種感覺 就是味道很濃郁 微帶刷刷 你就會覺得吃起來非常的刷水 它的味道因為非常的濃郁 所以吃起來其實是滿容易膩口的 不過我覺得以89塊的價格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吃吃看這個瓶香 因為它也是屬於我之前 如果沒有為了拍這個系列 我不會特別去拿瓶香 但吃完之後就覺得 喔天啊 我怎麼現在才發現它呢 OK 下一個 接下來就來到我們的粥類了 這兩款粥都是7的 先來吃這個陽明春古早味香菇竹筍粥 它是蔬食的 不含五辛蛋奶 你就把它送去微波吧 微波好了 我們的香鹿 不是香菇竹筍粥 打開之後 它其實料滿多的給大家看一下 說真的以台北的物價來說啊 這個65塊我自己覺得它不算貴 給你們看一下它有筍子 不同種類的香菇 然後這邊還有蔬菜 料其實滿多的 然後粥是這種形式的 它叫災湯 災界的災 寫災湯 總覺得有一股豆腐的味道 感覺要衝上來了 先來吃一口 嗯 真的就是古早味 我很喜歡它這一款 吃起來就是有那種蔬菜的甜味 整個合在一起 口味對我來說稍微淡一點點 可是我是有很喜歡這一款的味道 這個冬天吃應該會很快樂 這時候再加一個茶碗蒸 哇 瘋掉 冬天如果想吃個熱熱的 超商如果有湯跟粥的選擇的話 我應該會選這一款 不過它筍子放在裡面呢 單吃筍子 有一些筍子不是都會有那種鮮甜味嗎 它就是比較沒有那個味道 感覺都入到粥裡面了 吃完了這個陽光春天的香菇竹筍粥 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它有一種阿嬤的味道 我知道大家一定會想說阿嬤的味道到底怎麼樣 就是家裡面會煮出來的那種味道 而且我還滿喜歡這種粥的感覺 是因為它米是那種軟軟 然後跟湯頭整個混合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這是我最喜歡的那種粥的形式 如果你本身喜歡吃那種 會有蔬菜鮮甜味的人 你應該會喜歡這款 我個人喜歡再加一點點白菇椒 好 下一款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款 也是Seven的松露遜菇粥 對 又是黑松露 不知道為什麼素食超多黑松露的品項 這個也是65塊 然後我剛剛已經先微卜好了 它打開呢 對 就是很多的香菇 遜菇粥 而且料非常的多 你看這個菇 而且粥也是 都是我喜歡的這種形式的 這個我就會稍微攪拌一下 哇 我覺得這一款有點神奇是 它有非常的多菇 然後它又叫那個 黑松露嘛 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的軟軟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濃 而且我覺得莫名 它裡面其實是沒有這樣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它讓我有一種 雞湯粥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大家如果吃完跟我一樣 覺得莫名怎麼會有這種雞湯感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想說這塊呢 然後這一款我覺得稍微比較容易膩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醃也不錯 聽得出它的菇 是有帶一點脆感的嗎 吃完了 這一款呢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吃吃看 就是我覺得它那個神奇的 不知道到哪裡來 有一種莫名好像有點雞湯感的味道 我個人覺得還滿特別的 吃完了我們今天超商開箱的素食 我個人吃了29樣之後 最喜歡精選出來的9樣 這幾個品項都是屬於它在架上 不管葷素我看到它也會是 我想要拿的幾個品項之一 因為滿多人會把素食等於不好吃掛上等號 但是我跟你講真的沒有 因為現在其實素食滿多都做得滿好吃的 我朋友生日還要去吃過一間餐廳叫祥和 我跟你講它的菜飯就非常的好吃 所以呢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也希望這一集呢對素食的朋友有一些幫助 我這一次開箱呢其實我還吃了滿多品項 我自己覺得它有點介於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如果要選到BEST 我有點猶豫的滿多品項 但是我這邊就是列出來我有吃過的品項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希望今天這一集影片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算是一個滿特別的開箱 從以前到現在完全沒有做過這個系列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就先這樣 掰掰 掰掰 我們感覺很燙